因為它是香香雞首次推出的雞排 那比我想像中還要再補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點的娛樂 1 2 3 4 5 我是丁玲 謝謝 你決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嗎 我們五脈頻道每天五點更新 記得要訂閱喔 這是我們今天來到西門町 耶 西門町一出站了啊 第一個會看到的是什麼店 當然是我們的台中之光 激光雄雄雄雞 台中有驕傲 但是我從來沒有吃過激光界的激光雄雄雄雞 其實我也是 然後最近激光香香雄雞 它其實有出一個新的產品 香雞排 但是這個雞排是有特色的 它叫穿麻雞排 可是這隻不吃辣不錯 沒關係 我們就是今天為了台中之光而來挑戰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計畫就是 調查激光香香雄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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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 到了 這就是我們傳說中的雞排 但是它有點軟掉了 它比我想像中還要再薄一點 它拿出來就是變成這種彎毒 但是聞起來有辣辣的味道 有喔 有那個辣椒的香味 那大概多大呢 以我的臉做基準好了 大概跟我的臉一樣嗎 再大一點點吧 那我先來吃吃看囉 開動囉 有沒有辣啊 你咬一兩口的時候 還是不在它有點辣的感覺 我以為它是那種胡椒的辣度 然後它咬一口之後 它就是真的會有一點點那個 是四川火鍋那種感覺 可是對我來講是很香的辣 它是不會讓你殘留在嘴巴太久 就馬上就下去了一種辣 所以搞不好我覺得這隻也可以吃耶 那我也要吃看看 開動囉 我覺得它咬下去蠻汁的耶 雞排的汁有跑出來 但是比如我想像中還要軟 雖然它是說穿麻雞排啊 但是沒有想像中這麼辣 就是一點點風味那種感覺而已 因為我這個人是非常非常怕辣的人 連黑胡椒都會怕 但是我吃下去我感覺不到它的麻辣味 算是大概誰都可以吃的那種辣的 其實我自己有覺得 因為它這個是用雞胸肉去做的 然後它有按摩 所以其實雞肉整個還蠻入味的 不過它雞胸肉其實沒有我想像中是那麼柴 可是就是跟雞腿比起來是有一點不一樣啦 但是 就是吃過這麼多雞排啊 它算是那種 剛下的風味嗎 不早味 不早味 就是現在很少見的那種雞排 現在雞排不是都是做脆皮的嗎 這種就是有點像是豪大大雞排的 對 再早一點點的雞排 上面有一粒一粒的那種 裸粉的一粒一粒的 你心心想一派 我比較偏像脆脆的 我搞不好喜歡吃這種 粒一粒脆脆的 咬下去的時候一顆一顆會咬下去會脆脆的 等一下這個套餐 Fair Who 鑽梅汁對不對 對 鑽梅汤 那我們要不要一起來配配它 這邊它是配在一起才是絕配的那種 登登 那姿姿來配著試試看 先吃一個雞排 再喝一個 鑽梅汁 喔 有配有配有 它其實是蠻酸的 所以它一喝下去啊 非常非常結實 但是它沒有想像說這麼冰啦 如果我回家再冰冰箱的話 會更好喝一點我覺得 它光是味道就很酸了耶 我來喝喝看 很像那個耶 暴走豬 暴走什麼冰 就是小時候我們會吃那個 嗯嗯嗯 我好像有什麼印象 沒有人知道這個 這款剉的味道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不是跟這個雞排配 不管鑽梅都很配 那有沒有解辣的感覺 有一點解辣的感覺 而且它還解油膩 超配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辣 吃到越中間有越辣的感覺 它真的第一口的時候覺得好 可是到中間的話真的會有點辣 可以嘗試看看 配上它這個梅子汁 那除了雞排我們還另外買了一份 日油配 它是有ABC三種 有點像賣掉的甜心卡有沒有 然後三個加起來兩百塊 然後我們這次選的是 登登 經典的激光香香雞 然後這個是 有點好奇的 墨魚甜不辣 然後還有一杯飲料 清茶 對我來講有一點點小小的貴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 墨魚甜不辣 いただきます 它墨魚味很墨 就摸到你會也嚇到那一種 因為那個甜不辣它本身是用魚漿做的嘛 所以會已經有一點 魚的淡淡的香味 可是它真的是升級到 我覺得有一點點魚臭 然後它的皮 雖然不是紮實的 可是它裡面會有那個空氣感 所以吃起來會那個 波滋波滋的感覺 然後又蠻QQ的 不過對我來講 因為我個人不太喜歡吃魚 有一點點的 我嚇到了 可是它的口感上我覺得是我還蠻喜歡的 回推 其實它這個墨魚甜不辣 它可以選兩種 一個就是海苔粉 一個是塔塔醬 然後我們是選海苔粉 いただきます 不要有說 我們的炸物小天使說 它很喜歡這一款 你不覺得它的魚味很重嗎 身為海鮮人 原來如此 我是三線 吃起來比較不像甜不辣 很像吃那個淡淡魚裡面的蛋 咬下去那瞬間的那個味道 它可能墨魚味太重 所以就是已經 蓋掉它甜不辣的該有的風味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比較甜不辣 它應該要叫墨魚條之類的 會比較適合一點啦 喔 對 對你來說應該有一點扣分 我個人是覺得個人還好 可是這隻海鮮人推的話 大家也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 激光香香雞的海香香雞啦 我們有請我們的招牌 激光香香雞 對 但是啊我要說的一件事就是啊 它以前其實蠻便宜的 這包裝它是大包的吧 大概要110嗎? 130 大包要130 我有印象是它還在一包小包的50塊的狀態下 會硬 我那時候會想 好啦50塊買一下好了 套賞自己嘛 有時候會省便當的錢 然後去買香香雞 剛剛現在已經漲到是一包小包的要80塊了 然後大包是130塊 所以就有點吃不太下去的感覺了 現在雞排啊高一點點價位也才70塊 它一包香香雞小包的就打掉它那個 我覺得有點太貴了嘛 所以我們來吃看看好了 啊好香 いただきます 皮有點軟耶 記得我之前吃的時候皮是蠻硬的那種 大概我們買了差不多10到20分鐘 皮就已經軟掉了 所以應該要趁熱吃會比較好吃一點 其實我是有覺得它的 這隻可能肉汁又比較少一點對不對 對 有沒有覺得 以前我們吃的時候就是啊那個汁會跑出來 可是今天的好像還好 我覺得香香雞它有一種魔力 就是它的油不知道為什麼特別香 喔我懂 而且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很好變 走到這樣就 這一定是喜歡的 對 對 它這個味道真的很好認 對 今天的話 可能我們剛好買到的比較 肉質 沒有想像中 這麼 好 不然我們喝一下他們的茶好了 好啊 我自己也沒有喝過他們的茶 我也是 因為香香雞已經夠貴了 但買他們的茶的話就已經破產了 這是他們的清茶 然後還有一整個茶包在裡面 就很像是外面的那種冷泡茶的感覺 いただきます 非常非常香 青茶茶味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再加上它是冷泡茶 所以它味道非常非常香 欸 我印象中 青茶 雖然是泡的方式也會有差 這種連鎖店賣的青茶會有點澀澀的 然後茶味很重 喝下去的時候就是會有點重重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他們到青茶喝起來真的是有 哇 爽的感覺 然後他們還有另一款是日月堂紅茶 那如果我喜歡它 茶味比較香的話可以選擇青茶 如果我比較喜歡它比較淡一點的話 日月堂紅茶會比較推薦一點 我覺得酸梅湯也很推薦 我最喜歡酸梅湯了 夏天真的會下去很結束耶 但個人覺得酸梅湯雖然它很結束 但是因為它甜又酸 雖然喝下去的那一瞬間 雖然有結束到 但是會有點口渴 馬上就渴對不對 對對對 很想喝水 所以兩個一起交替喝 我要我要喝了 再交換了 對 再交換了 好 不要不要 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還有剩 我們現在就是要拿去公司 然後分給大家吃看看 我們現在要來做總結了 那先講我們的今天的主角 酸麻香雞排 因為我自己算是會吃辣的 雖然是不難吃 可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它的肉會沒有那麼的juicy 是有一點點的小小扣分 我覺得它很像就是豪大大雞排那樣子 雖然它就是蠻大的 但是它的薄度上比較薄一點 吃下去在瞬間會覺得有一點 孤單的感覺 要說穿麻也沒有到非常爛 就是不吃辣的人也可以接受 味道的話比較偏古早味 那我們另外還有點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木魚甜不辣 海鮮人喜歡啦 我個人是覺得不太喜歡 對我來講那個魚味也太重 我喜歡那個甜不辣的甜味 再多一點點 那些人比較喜歡吃山珍海味 對 因為沒有海味 山珍海味 我們自己是山珍海味 哈哈哈哈 那每一隻 對我來講是真的很酸 我很喜歡 可是真的是越喝越渴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講我們今天的評分 3 2 1 五賣 兩顆心 不然說這新商品就是 欸激光香香氣出香雞排也還蠻新奇的 可是吃起來就是好像好來不錯啦 因為它80塊 大份130嘛 吃起來會比較心痛 然後沒有想像中 這麼juicy的感覺的話 會有點小小的失望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結束 不要忘記我們五賣美食頻道 每天五點更新 那記得幫我們訂閱一下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